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澳門現在仍是相對政治狀態。 我們賭場去到7月23日, 仍未知會不會打後會開的。 有投行分析預測, 它認為澳門的賭收會剩到7月份只剩1-2億澳門幣。 如果你說跟6月份的25億比, 當然是斷崖式暴跌, 但我這樣說, 就算6月份的25億其實也不太多, 現在所謂的博企加起來, 澳門是有70-80億才算可以收支平衡。 現在只剩1-2億, 連零頭電費也不足夠。 甚至說到今次7月份, 是有機會創了澳門開放賭權以來歷史最低的賭收。 同時它亦說到就算在7月底可以逐步放寬限制, 但因為諸澳兩地要恢復正常通關也要一定時間, 它預計8月份的賭收也不會太理想。 而摩根大通那邊的報告之前亦說過, 在零收入的假設下, 6間的持牌博企中, 以澳博和金沙中國的資金是最緊張的, 兩個只能夠維持營運9個月, 但中泰國際就說, 除了鏡頭賭牌的50億資本要求之外, 兩間公司的現金樓非常緊張, 但相信銀行或母企短期內都不會收回貸款, 未來會繼續提供信貸額度, 認為市場不用太過擔心公司的流動性出現問題。 預計6間博企很大機會可以續賭牌, 不過未來的投資規模可能會因為疫情而有所減少。 而匯豐方面的研究亦認為, 博企現金流動都不會太大問題, 但由3月底以來, 奧博控股金沙中國和永利澳門都得到新貸款, 在零收入的情況下, 其實六大博企的流動資金期限都已經提到12個月以上。 所以他們相信, 這些博企是可以滿足規定的50億最低資本要求, 及預計是會完成投標。 或者這樣說, 現在這個時候, 六大博企估計都是順利可以取得到賭牌, 因為現在太多東西不明朗了, 如果新人投到賭牌的話, 可能一進來就馬上要虧錢輸錢的了。 你想想, 疫情未完, 虧你一年錢, 你想想一年, 你要拿到80億才叫收支平衡, 那個數不是開玩笑的, 一進來就輸錢的話, 好吃力的, 所以不會有這些新博企進來的了。 可能再下一期, 我相信再下一期十年打後的賭牌續期, 應該會是群可亂舞的了, 好多人應該是會上來分一杯羹, 看看有沒有機會博得到標的了。 因為當時疫情的估計應該完了吧, 如果十年後都不完的話, 我相信這些博企都不用投牌的了, 準備賣盤倒閉都遲的了。 還有其他流動性問題, 我自己也不會太過擔心, 因為他們很多方法是可以募集到資金的。 他們就算是在股票那裏增資, 也是可以拿到錢啦。 武企也是會貨水給他們的, 武企貨水給他們是借款來的。 武企方面也是要收回利息的。 不過同時這個狀況都可以講得上是澳門的一個縮影來的。 大家可以想一下, 連賭場都撈不掂。 你想一下我們一般小市民, 飯碗的飯還有多少可以吃呢? 吃到沒完的話, 可以怎算呢? 我們日常的開支都是一元都沒有減少的。 賭場就說底指口, 還可以問自己媽媽就是錢啦。 但我們分分鐘我們自己媽媽都沒錢啦。 所以就唯有希望疫情就快點完啦。 好啦,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邊留個言啦。 下集再見,拜拜。